台南市登革热疫情拉警报 从入夏到24号为止 已经累计有1820例的确定病例 其中有两个人死亡 除了将登革热最严重的西门跳蚤市场 以及台南花卉市场停市之外 台南市卫生局也将会每天来举行记者会 公布最新的防疫资讯 台南市的登革的疫情严峻 陆下至今已经累计1820例 因此台南市府疫情指挥中心 上午也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 因为近日的阵雨造成防疫困难 除了宣导民众做好居家的清洁之外 同时也决定从即日起 周一到周五天天都要开记者会 公布最新的防疫资讯 另外也由于目前是防疫的重要阶段 因此登革热最严重的热点 北区西门跳蚤市场 以及台南花卉市场 目前仍然停市当中 所以昨天礼拜六礼拜天大家所有的努力 其实在户外的部分都重新要再来一次 所以在至少请各位家伙把自己屋内的部分处理完 那户外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不要把平民观观丢下去 这个病是一个社区环境的传染病 环境不是只有靠政府部门 其实是民众也要特别大家一起来 防治登革热必须要全体市民一起来 为此人的驱攻所也想出新的防治方式 只要民众拿五个废弃容器 就可以免费换盖斗鱼 让斗鱼也成为防疫小帮手 这就是要吃蚊子 蚊子一里我们的肥胖里面 好吗 有啊有啊这样有啊 台湾斗鱼一天可以吃300只的解决 那在整个在防疫的效能上一定有帮助 民众的反应很热 现在目前已经发差不多中心 要把我伯伯吃的鱼子出去了 台南登革热疫情持续发烧当中 除了宣导再宣导 现在更推出斗鱼吃鱼卷的战术 就是希望登革热疫情能够快点趋缓 记者温正恒台南报导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发现 有四成的国中生曾经被强迫 要参加课后辅导 另外有超过六成的学生 曾经遇过休息时间要考试 或是体育课美术课拿来借课的情形 每次借课就是借大家喜欢的课 就是可以在唯一考试后 可以放松一些课 像美术课 想到读国一时 每次喜爱的体育或美术课 常被老师借去赶学科进度 都让宇童感到失落 除此之外 学校还曾要求做课后辅导 当时全班只有他没参加 马上遭到老师关切 你可不可以就是跟同学一起留下来上课 我们这样课也可以一起赶进度 我们这样就比较不会困扰这样 而这位正同学则是在国中三年 几乎每学期都会遇到老师 挪用数科时间来赶课的状况 校园里线缩学生多元学习的问题依旧存在 而福联盟就调查发现 有将近四成二的国中生 曾经被强迫参加课后辅导 其中六都学生感受到的压力 比非六都地区还要大 另外还有超过六成的学生 碰过休息时间被拿来考试 更有高达八成二的人 有被借课的经验 钓课或异动的情况都会随着 他们年纪越来越高 影响越来越大 那这样就会造成孩子 其实他的学习就被窄化 针对而福联盟的调查 教育部表示 每年都会到学校进行一次 教学正常化的访试 如果发现执行状况不理想 在统合市岛上都会有扣分机制 而未来也会加强宣导 并且落实访查 记者蔡惠玲 吴家宝 台北报道 为了要增加县库的收入 彰化县政府准备在校园 实施重电计划 将在县内一百八十所学校的 校舍屋顶装设太阳能光电板 预计在设置完工之后 每年的发电量将会高达六千万度 而每年的回馈金高达一亿元 彰化县府对面的机车停车场 特别设置了遮雨棚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遮雨棚 上面几乎都是太阳能光电板 县府六楼和七楼也都有架设 现在为了增加县库收入 也将在学校实施重电计划 每年可以发电六千万度 那一度以七块钱来算 这样就是有四亿两千万 回馈比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二三 那这样可以回馈到一亿 这一亿的费用全部都发给各级学校 彰化县府表示 二十五日将与得标厂商签约 利用一年半的时间 在一百八十所国中小的校舍楼顶 装设太阳能光电板 每所学校每年平均可以拿到 四十万到五十万元的回馈金 配合政策的学校认为 这样的设施不但可以增加学校的经费 还可以将节能减碳 绿能源这样的教材纳入课程中 县府指出 目前太阳能发电效能最好的 是彰化和台南地区 未来也打算扩大实施 将其他公务厅社也纳入计划 提高献库的收入 记者邱紫辈彭安群 账号报道 第十九届台北文化奖的得主 邱鲁乐 是由保存推广 北馆神将镇头文化的 台北林安社 以及空环美学 而闻名国际舞台的 无垢舞蹈剧场 艺术总监林立真 一同获得了这份殊荣 谢判二将军文武二判官压阵 恭贺侠海城皇爷圣诞 台北林安社是大道成历史最悠久的北馆宣社 至今有145年历史 长期推广北馆和神将等在地镇头文化 相关文物也保存良好 是台北市最具典范性的北馆和神将镇头据典 今年荣获台北文化奖殊荣 高龄85岁的老会长说 未来会更努力的保存快遗失的传统文化 同样获得今年台北文化奖的 还有无垢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林立真 有着台湾编舞奇才美誉的他 以空环美学文明国际舞台 成立武购二十年 十年前的经典作品《花神记》 今年九月又要再度登场 也获得各界期待 台湾需要的是质感 台湾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 那个质感然后身体的质感 二十年前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不认同 可是我认为无所谓 这就是一点一点一点 慢慢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以后 慢慢那个质感就跑出来 无论是现代舞蹈还是传统阵头和北馆 都致力于融合新旧文化艺术 在获奖同时 也彰显出台湾文化的生命力和多元性 记者藏运刘翰林 台北报道